在我1991年6月30离开中心纺织之后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跟着我太太在南深人寿工作 当时是仁耐营业处 有一个王江海王经理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也很看好我 对我也有很多的鼓务鼓励 然后希望我能够好好来做 但是很可惜我在之前报告过 就是我的脸皮比较薄 做不出什么好成绩 其实很害怕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 就是去到这个波奇长安西路 他们都喜欢在中午的时候 很多各方的业务高手 还有业务人才 还有很多公司的这些代表 他们都会找一个地方 一起吃个饭乃醉 吃完饭以后 他们会找一个地方一起打打扑克牌 休闲一下午休时间 那我曾经有一次去到那个场合 在哪我忘记 但在场安西路上 碰到有一位老朋友 就是日本商社 坚松江 陈武雄先生 他说 严相礼 我以前都很受你照顾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那现在我知道你在做保险 那这样子 我以前都没有机会回报你 那我现在想要回报你 那你是不是把一个保单 寄给我 寄到我公司来 寄到坚松江来 那我给你买一个保 那我个人是已经买了 大概六七张保单了 但是其中有很多都是好朋友的 就是捧场 那一样的 我对他们捧场 我也是对你捧场 来谢谢你 过去对我们这个 坚松江的一个支持 对我陈武雄的一个帮助 他这不讲还好 他讲了以后 讲真的 我这脸皮薄了 这一个 不好意思 所以我虽然嘴巴讲说 好好好 谢谢 但我回去以后 至始至终我这个保单 或者是建议书 whatever 就是我都没有寄给他了 这样子举个例子 那就是在过没几天 有一天 因为我住在长安西路 那有一天 我的门一响了 叮咚 我把门打开 门口站了一位贵客 他是这个集圣 就是一家很有名的家电厂 集圣公司的游艺胜 游经理 之后他升到副总 当时是经理 那游经理 代表他们公司 叶首存 叶总经理 来找我 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 去到集圣 外销部门上班 当时好像也是说 让我做一个副理 当然很谢谢他们 那我当时邀这个游经理 进来做 可能当时我的室内的画面 比较特别吧 就是因为我穿着短裤 很短短裤 那打赤脚 那不是很正式 邀他进来做 他看看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沙发 就是几张普通的椅子 他游经理是很有名的 他比较 就是说西装笔挺 每次他都穿得很漂亮 当天也是一样 不例外 西装笔挺 他说没关系 我站在门口就好了 那我也就是 就站在门口跟他 就说聊这件事情 当时我是 谢谢他们的好意 但是我就婉拒了 我说因为我本身 有本身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那时候有负债 有资金的缺口 那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说为什么我有资金的缺口 为什么离开中心房子 虽然说公司 有再生的未留 但是我还是要走 就是因为资金缺口 所以一般 不管到哪一家公司 在中心也好 或者集成也好 其实再好的薪水 都无法能够来 支应到我那个资金的缺口 所以我谢谢他的好意 也谢谢叶总的好意 当然是我说 可能我有自己的规划 那当时我当时 已经有在规划 是不是我有机会 能够的话 自己就是说独立门户 能够来自己创业 无非是希望 能够赚多一点钱 来支应到 我那个资金的缺口 谢谢那个当时 当天我就很谢谢 邮经理来代表他们 他们老板来邀我 那事实上在那个之前 为什么跟集盛 有这么渊源 我想跟过去的 跟集盛的这关系 乃至于跟叶总的关系 是我想前后都有一个关联性 在1985年 也就是民国74年的时候 我刚从这个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 也就是当时叫技术学院 在基隆路 也就是现在的台湾科技大学 纤维系毕业 毕业以后 我就到中心仿制化仙业务部去服务 那前年后我在那边做了六年 前三年马上是做内销 后三年调去 陈明南陈经理的这个部门做外销 那刚好前三后三 那在前三年的时候 民国74年 75年 7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公司几个年轻业务 都有被分配到不同的 就服务不同的客户 集盛是分配给我 所以也就是当时是中心的 POY卖给集盛 所以呢 我集盛 我记得我现在还有集盛 有个张小姐 然后还有好几位 就是说这个资深的小姐 现在应该都还在 不晓得退休没有 经常就是在新宁北路这边 跑他们公司 所以 所以 就是当时大家认识 那当然 尤仙呢 也认识 那叶总也认识 我记得 叶总他当时有抽烟 当时办公室里面是给抽烟 在那个年代 他抽的 我还记得是宝岛牌香烟 那我也有抽烟 那每次当叶总 他有抽烟的时候呢 这个 把香烟 从他西装口袋拿出来 包刀牌的 在他那个烟 还没有抽出来 之前 我的口袋的这个导火机 已经准备好了 往往他这个烟呢 一离开这个盒子 拿上来 放到这个嘴巴里的那一瞬间 我就帮他点烟 他几次下来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 我感觉上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 但不要误会 我不是狗腿 是我只是想说 对一个长者 一个礼貌 因为我本身有抽烟 所以我口袋里面都有打火机 所以几次下来 他有 我记得他有夸过我一次 他说 你看这个年轻人 这个眼明手快 这个 这个我都不需要动用到 我的打火机 我只要烟拿出来 他就懂得马上来点烟 这个 是我的 很谢谢他的夸赞 那有一阵子就是 我有租房子 在这个贵德街 也就是 集圣他们 新临北路这个办公室的后面 那这个租房子 在他们的隔壁 那顶楼 那所以 在那段时间呢 偶尔 我晚上 在贵德街 跟这个南京西路的 这个巷口啊 有卖这个 宵夜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小吃贪啊 很多次哦 我穿着短裤 穿着拖鞋 那都可以碰到 一样是穿着 这个拖鞋的 夜 夜总 他也是住在 公司 集圣公司的楼上啊 就一起来买宵夜啊 那个时候很尴尬 因为平常白天 我们看到的时候 大家都都是 打领带啦 像他都一定是穿西装 我们年轻人未必要 就是穿着衬衫打领带 平常都是 很正式的 这个场合 见面 结果 我们 竟然三不五十 我们会在 穿蝙蝠 而且是 如此轻松的蝙蝠 在晚上碰到 然后呢 他看到以后 也刚开始很尴尬啦 哎 你那是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我告诉你 报告 报告 总经理 夜总 我住在隔壁楼上 OK OK 那即使下来 他就熟悉了 这样子 那 所以 也因为有这么一个 很微妙 很特殊的一个 还算邻居 但是偶尔 因为买宵夜 而碰到情谊 再加上 可能 帮他点烟吧 等等等等 然后再加上就是 过往的一些印象 这印象也包括 就是我极度的代表 中心纺织 那时候中心是大公司 现在其实也是 就是 出去到 国外 比如说去欧美 其中有一次 比如说到苏联去 就是有一些 看见 来去大陆 有一些看见 那曾经都是 回到台湾了以后 我们老板都有叫我 一起参加 这个吃饭的场合 跟这些 嘉年厂的老板们 做简报 把我的所见所闻 来跟他们做报告 也许有些点点滴滴的 对我的印象吧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 好机会 谢谢他们 就是在我离职之后 愿意来 就是说来 提供这么一个机会 给我 想想 也是非常之感恩 以上跟大家分享 谢谢